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四一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學校的呂邵俊老師 今天和大家講的題目是《落雨自閉同行》 在我任教的學校其實是一間給有中度智力障礙的學生就讀的特殊學校 在這間學校大約150位學生有100位同時患有自閉症 不論是在特殊學校或是在主流的學校 我們都看到近年自閉症人數的趨勢不斷向上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就是想和大家分享關於自閉症教學上 怎樣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手法幫助他們學習 我先講一講我在學校的角色 我第一個角色是一位教師 我也是學習支援的統籌 最主要是支援自閉症學生的學習 第二個角色我是一個音樂治療師 我也是積極推廣把音樂治療的元素融入在自閉症學生的教學 所以今天的主要內容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音樂和自閉症的關題 我亦會和大家介紹一下關於一些歌曲架構 怎樣才為之合適自閉症學生使用來學習 第三就是如果老師想用這些歌曲在課堂中教學 有什麼提問技巧可以加進去 什麼時候用、怎樣用 第四我會舉一些例子 在不同科目中怎樣可以用這些歌曲 去輔助自閉症學生的學習 第一件事我會講音樂和自閉症的關題 首先我會講一下什麼是自閉症 相信大家這麼多年以來一邊聽 都有不同的說法或想法 例如阿士保加症是否自閉症 高功能自閉症又是怎樣的 自閉症是否一定有智力障礙 或者自閉症的人是否個個都差不多 其實自閉症全名是自閉症普系障礙 最主要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社交能力的發展障礙 第二個就是溝通能力上也有障礙 第三他們可能有一些重複 或者比較固執的行為 興趣或者活動的模式 所以在自閉症普系之下的學生 他們的特性入到課堂中 就會衍生了一些問題出來 譬如學生聆聽指令的能力比較弱 所以譬如老師給他一些指令 他有時就接收不到 變相會怎樣呢 可能遵守不到課堂的規則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坐不定 或者他上課的時候 專注度很低 周圍看可能看正在轉的風扇 可能外面聽到聲音就看了過去 很少望老師的 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不懂得處理情緒 可能突然有一下想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他們就會立即宣洩出來 亦都因為這些行為問題 情緒的不穩 會令到他們和教師或者其他同學 少了一些正面的互動 另一方面在學習上 因為他們專注的能力比較低 亦都令到他們難些去記到要學的東西 好 為何要用音樂呢 音樂其實跟我們的記憶很有關 在一些研究裏面會說 有重複性樂句的歌曲 其實是有助我們去幫助我們記憶相關的知識 或者技巧 亦都音樂的提示 可以幫助人在長期記憶裏面 拿回一些大家記住的資訊 很簡單地說 其實如果大家聽一首很小的歌 你很容易會回憶到那些歌詞 甚至你可能會回憶到那時候聽歌的回憶 周圍有甚麼人發生甚麼事 這就是音樂和記憶的關題 另一方面 其實音樂和我們自閉症兒童的共同主義 亦都很有關題 因為有研究亦都說 音樂是可以幫助到 有感官系統缺損的自閉症兒童 去組合接收的一些感官刺激 其實可以促進到他們的共同主義 這個亦都幫助到自閉症的小朋友 在課堂裏面會專注一些 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 我們學校其實在七年前 就開始發展一套新的教學技巧 我們嘗試幫一些教學內容 去作一些歌仔 我們亦都試驗用這些歌仔 在一個課堂裏面 是否真的幫助到我們的學生去學習 我們將這個教學技巧 命名為落在課中 現在我先播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這首是一首歡迎歌 我們立即去片 歡迎歌 同學錯好 雙腳踏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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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腿 全 infants 雙腳踏實地 落在課中的教學策略是怎樣呢? 第一,我們將音樂治療的元素注入了教學 我們按照指定的教學內容 為學生創作簡單的歌曲 幫助他們學習我們想學習的知識和技巧 我們也鼓勵學校校本創作這些歌曲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翻照坊間 即在香港廣東話粵語的兒歌的速度是比較快 他們的句子是長的 自閉症學生的接收和溝通能力是比較弱的 坊間的兒歌有很多的確很好聽 亦都很容易上口 但對於自閉症學生來說 可能複雜了一些、快了一些 另外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就是 比較早期的粵語兒歌 其實是在西方的一些歌曲改編而成的 譬如這個小星星 在粵語裡面去唱有些什麼問題呢? 我們唱的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他跟我們講話的時候 那個語調是有一些偏差的 因為我們自閉症的小朋友很喜歡聽歌的 如果他們聽得多這些歌 其實有機會會影響到他們講話的能力 我們很建議學校創作一些歌仔 去幫助學生的學習 你一定會問 這樣的話到底那首歌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架構才適合教導自閉症學生使用呢? 我現在又播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一首是一首排隊歌 它是教小朋友在早操或早會的時候去排好隊 我們一起去片 排隊歌 排隊 一個跟一個 收放兩邊 雙眼望前 伸直條腰 我們看完一個例子 我首先講一講 我們這些歌曲會有什麼效果出現 第一件事 這些歌曲是可以幫助自閉症學生 去提升他們的專注度 亦都可以加強他們對學習內容的長期記憶 亦都會引起教師和學生一個更加正面的互動 這些歌曲的框架和特色到底有什麼呢? 第一個 會是這些歌曲的速度 會用一個比較慢的速度去進行 希望自閉症的小朋友 透過一個慢一點的速度 接收到歌曲的內容和訊息 而第二件事也是剛才提及過 我們盡量把這些歌曲裡唱出來的旋律 都是貼合我們粵語的聲調韻律 甚至我們將它調教到很接近我們說話的語調 第三件事我們會用到工序分析 到底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學習重點 例如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個歌詞 手放兩邊是一個重點一個動作 雙眼望前也是一個重點一個動作 伸直腰也是一個動作 最後保持安靜也是一個動作 透過每一句一個重點 其實自閉症的小朋友會接收得好些 其實他們可以跟著這首歌曲 一邊聽一邊做動作 我們學校其實發展了七年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拿著結他作好一首歌 一邊唱一邊跟學生一起上課 慢慢地我們發現 能力外一點的學生 他們不明白就這樣用一個聽覺的方式 所以我們開始加入了一些視覺提示的元素 包括加入一些相片 或者我們拍一些影片 甚至是用動畫 到第三階段 到2017年的時候 我們很榮幸得到 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 為我們其中二十首的原創歌曲 配合動畫 我們一路試 看到這個效果都很好 現在是我們學校的團隊 自己製作動畫 歌曲動畫一手包辦 而看落在課中 有些什麼範疇是用過呢 就會包括日常課室的程序和規則 譬如教他們坐好、安靜、排隊、執書包、擺工課 這些都有教的 常識科有用到 教一些概念 語文科 我們在一些課文中 會將它編曲 讓小朋友唱出來 生活教育科 我們也會看一些治理項目 例如戴口罩、洗手 我們會作一些歌曲 教整個流程 即是程序上應該怎樣做 這些都會有教 數學科 可能會教他數數 或者是九因角 教乘數 而我們也有嘗試 將一些社交故事 轉為一個歌曲和畫 去幫助自閉症的小朋友 學習一些社交技巧 好 我現在播一段片 給大家看看 我們的學生 在用這些歌曲的時候 他們的情況到底是怎樣的 右手 紅色 請你啪啪啪 黃色 請你啪啪啪 4 3 2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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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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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7 8 8 9 9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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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1 第一種是在課堂的流程中使用 這個基本上與課堂教的東西無關 第二個方式是對應學習內容去應用 加上一些老師的提文 我先講第一個 在流程上使用這些歌曲 這個目的是用音樂把課堂結構化 因為自閉症的小朋友需要一個很安穩的環境 才會很放心、最高效地學習 我們嘗試在課堂裡結構化 例如每次課堂開始 我都會播出一首歡迎歌 他們就知道課堂開始了 要坐定學習 其實這個目的都是為自閉症學生 建構一個很安穩的學習環境 而去到課堂的中段 我們可以播一首放鬆一下 而去到課堂的結尾 我們會播一首再見歌 整個課堂有三首歌 只要每一個課堂都應用 其實自閉症的學生很快就建立到一個規律 自然他們在學習上的成效會高一點 想講一講課堂中段 播放一首課堂鬆鬆鬆 這首歌是由我們學校的職業治療師和我協作去想 裡面我們加了一些很多感知的觸感 觸覺的元素在裡面 讓同學在課堂中段 讓他們動一動就可以聰明 之後的學習就會更加好 我們先去一去片 課堂鬆鬆鬆鬆 幫助小朋友可以醒神 我想再講一件事 課堂中段 有時不一定要用鬆鬆鬆的歌 都是應該看學生的一刻情緒如何 例如我剛才說他很深入睡 我們會播放一首課堂鬆鬆鬆鬆鬆 讓他動一動 但他剛完成一些活動 整班都很興奮 很高涨的時候 老師可以選擇一些歌 舒緩性高一點 讓他們放鬆一點 所以這裏加入了老師的判斷 到底中段時用一首怎樣的歌曲 去調節他們的情緒 去到學習的最佳狀態 如果在課堂流程上可以加入這些歌曲 第二個應用方法 就是對應學習的內容而播放 並且加一些提文 有老師會問 例如有些歌曲我真的找到在網上 我真的很想加入在課堂中用 但我又不想只播完給他聽就算 那應該怎樣做呢 我這裏可以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首先會播一播這首香港的交通工具 大家首先留意一下裏面的句子 因為裏面學習的重點都是放在句尾裏面 我們先去片 香港的交通工具 講究新鑽都可搭港鐵 或者可以搭巴士 小巴有紅Van六Van你要知道 趕時間可以搭的士 紅的、綠的、藍的要看真點 到底怎樣加一些提問技巧 我就分三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播放到重點的位置 按停一首歌 最自然的做法就是 學生會立即唱出答案 如果學生沒有反應 不要緊 老師就直接唱多一次一句 去到那個位置停一停 讓學生回答答案 這是第一個階段 當學生已經做得到 我們可以去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 不需要播音樂 用清唱的方式去做提問 譬如剛才交通工具裡 第一句 江九新街都可以搭 搭甚麼 就等學生回應這個問題 而老師用清唱的方法去提問 當學生可以答到 我們去到第三階段 就是變回正常說話的語調去做提問 即是這樣 港九新街可以答甚麼 可以答 這樣去問 我們就看到這三個階段 就是由一個音樂的提示 慢慢轉化去到 我們平時就這樣問問題 他都答到 有老師可能會問我 如果那個小朋友 他是非口語 即是說不出話 那怎樣可以用這些方式去幫他 很簡單 其實就是去到 剛才說的每一個停頓位 老師出示一些圖 讓他們選擇 即是港九新街可以答甚麼 然後可能拿兩張圖出來 一張的士 一張港鐵 一張山頂纜車 這樣讓他們選擇 一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如果大家想看一個實際的示範例子 大家可以按入這個QR Code 有一段影片可以讓大家看到 整個流程 每一個階段的提問方式 應該是怎樣做的 我剛才說完 怎樣用歌曲 加入一些提問技巧 而在課堂使用 現在第四部分 我就會講一下 在不同科目裏 一些歌曲教學的例子 首先會是中文科的 我們學校小一的學生 他們的課文其實很短 他們是四句 已經是一個課文 有一次 語文科的老師找我 就說 不如你嘗試把課文編成歌 所以我們嘗試了 把課文編成歌曲 然後我們找我們學校的戲劇組 去拍一些實景 成為了一些歌曲戲劇的課文 我們可以看一看一個例子 這首歌叫做《門鈴響鳥》 大家聽到了 我們將課文唱出來 然後配合了一些實景 自閉症學生很熟悉的人 其實都是他們的同學 環境我們在學校拍的 也是很熟悉的環境 在這個情況下 這首歌給了一個很安穩的環境 也很吸引 因為裡面的影片 其實他們都很熟悉 他們就會多點忙 甚至他們會更加肯 在播放這個課文的時候 他們會唱出來 好 第二個 我想介紹一下數學科 數學科 我們在初小的學生 我們會作一些歌曲 幫助他們去學一些數學的概念 例如數數 數學科 我們也作了一系列的九音歌 由二的配數到九的配數 我們都嘗試用在香港 經常接觸到的食物 飲品 去幫助他們去建立這個乘數 配數的概念 我們可以聽一首歌 就是五的配數 這裏就用了抑力多 因為抑力多五支一排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 九音歌 五的配數 怎樣才可以學到五的配數 飲抑力多 五一如五 五二得一十 五三一十五 五四中二十 五五二十五 好了 去到常識科 常識科 牽涉多些生活的概念 譬如 我們說 病了要怎樣做 平時見到有需要的人怎樣幫助他 一個家庭的概念 一些環保的概念 一些環保的概念 我們嘗試都用一些歌曲的動畫 去幫學生去建立這些概念 另一個範疇就是非華語教學 因為我學校其實 非華語學生的數量都不少 我們看到他們在學習中文上面 其實都有一些困難 所以今年我和一些老師 特別為非華語學生設計了一些歌曲動畫 裡面其實就是一些很簡單 常生活經常會用的一些中文短句或者字詞 配合一些中英文字幕 希望幫助非華語學生去學習一些簡單的中文 到他在社區適應上面也會更加好 即是和人的溝通也會更加多 如果大家對剛才的歌曲都有些興趣 想在學校裡面試用一下的話 大家可以上這個頻道 我們在YouTube其實建立了一個落在課中的頻道 我們將很多的學習歌曲都放上去 讓大家去使用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那些歌曲 其實我們也設立了一個頻道 去講這些歌曲是怎樣用的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去重溫這些教學技巧的話 歡迎大家去上這個落在課中教學解說的頻道裡面 總結 音樂當然可以幫助一些自閉症學生去學習 但是也不是絕對的 因為一開始講的時候 自閉症學生其實每一個都不同 我們應該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知道他們的潛能 知道他們的喜好 從中去建立他們學習的習慣 所以如果有一些學生他們平時是很喜歡動的 我們會給一些體育範疇的訓練 從中去發展他的潛能 如果那個小朋友可能在線條上面 或者一些視覺的效果上面 他是很喜歡的 我們可能會在視覺藝術那一邊發展他的潛能 所以也不可以一朝用到老 必須看回那個小朋友的特性是怎樣 而在教自閉症小朋友 其實就好像跟他一起走 老師當然會教學生知識和技巧 其實在過程中 學生其實教老師很多東西 就好像我們老師和學生一起同行 一起成長 所以各位老師我們都在這方面 一起努力幫助學生的成長